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昨天就已经提醒大家 支流封面带来相当丰沛的水汽 然后再加上西南季风 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迎封面可能会下好雨 那么昨天真的在台南高雄 还有屏东这一带 降下来的雨势是相当大的 有部分地区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清晨 累计的雨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 其实非常接近西南气流的等级 那么它也可能会成为致灾性的豪雨 所以呢未来这几天 中南部地区都要注意 它是会连续下雨 连续下雨 大概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所以整个的山区当中呢 那么饱含着水分 影响所及它可能产生灾情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几率就会提高 所以这都是在地方因应上面要特别小心注意的 好 那么今天呢 人就受到了西南季风 以及呢它的丰沛的水气的影响 所以呢今天全团各地其实降雨几率都还偏高 那不过它还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相对来说稳定一些 不过呢因为是低压带 所以呢温度相对呢没有像之前这么的高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时音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二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四到二十九度 中部地区呢是英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百分之五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六到三十二度 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音短暂阵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百分之五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 降雨几率百分之六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四到三十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百分之三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十七到三十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台东目前是二十五度 台中台南高雄目前都是二十六度 宜兰目前只有二十三度 花莲目前只有二十四度 澎湖目前是二十七度 在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那么虽然说北部地区降雨几率只有百分之二十 但因为整个大环境水汽相对偏多 那么以北部地区而言呢 主要反而要注意的是 午后可能因为热对流的关系 而产生的午后降雨 所以我觉得各地呢 其实出门的时候 期待雨具 其实对自己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呢 都是上涨 在昨天呢都是上涨的 尤其是费层半导体 我们来看数字 道琼公益指数呢 是上涨了189点 收盘指数是34,066点 涨幅0.56% 纳斯达克上涨了202点 收盘指数是13,461点 涨幅1.53% 标普百指数上涨了40点 收盘指数是4339.08点 涨幅0.94% 费层半导体大涨了116点 收盘指数是3641点 涨幅3.31% 其实在费层半导体当中呢 真的领涨的其实就是台积电的ADR 台积电的ADR呢 大涨了4.14% 是激励呢费层半导体大涨涨幅超过 3%的重要原因 好那当然其实市场上有观望气氛啊 就是在等待着今天晚上啊 美国呢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然后接着呢是明天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紧接着台北时间礼拜四的凌晨呢 那么美国联准会就公布他们最新的利率决策 好所以呢在这之前呢 原本有个观望的气氛 但是呢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有这一个传声 有这个联准会传声统治称的 这个Tim Robes呢 他最新的文章说 尽管呢有一些这个银行接连的倒闭 好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要降息 他说可是呢很多的官员还是倾向于 在这一次的会议上面维持利率不变 他说他也形容了现在目前呢 鲍尔的两难 一边呢是必须要继续的升息来对抗通膨 这样紧缩货币政策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又要担心银行的倒闭所引发的信贷紧缩 这边呢要宽松货币政策 所以在两难之间呢 那么选择这一次先暂停升息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好那这个话一说之后呢 那么FakeWatch啊 美国利率期货市场呢 预测联准会这一次呢 停止升息的几率就高达了8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的部分呢则是反映了 对于未来经济前景 仍旧是认为衰退的几率非常的高 纽约银油期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3.0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7.12美元 跌幅4.35% 创下了3月17号以来的最低收盘价 而拜布兰特原油呢则下跌了2.9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1.85美元 跌幅3.94% 那么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涨跌户建之家黄豆期货下跌了0.9% 之家哥小麦期货上涨了0.75% 这家哥玉米期货大涨了2.15% 那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则是全数下跌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7.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969.70美元 跌幅0.38% 而白银的期货呢 则是下跌了0.3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24.059美元 跌幅1.44% 那么铜的期货跌了0.98% 只有把金的期货呢 是上涨了2.78% 美元指数呢 其实变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因为终究呢 是由美国联准会在礼拜四 台北时间礼拜四的时间的 这个政策呢 将会决定他未来的美元走势 另外呢 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 也分别在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在各个央行 他们的会议 他们的决策还没有确定之前 所以破壁的变动 其实是不大的 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了0.08个百分点 来到103.64 那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上涨了8点 涨幅0.11%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上涨了37点 涨幅0.52%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148点 涨幅0.93%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当然就是这个礼拜 因为是超级央行周 而且在超级央行周之前 其实是有一些物价讯息要公布的 所以呢 那么大家特别的关注在 通膨到底会不会持续的降温 那因为今天晚上呢 美国就要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目前初估呢 可能会比4月份的时候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呢 再下滑 从4.9%下滑到5月 可能是4.2% 但是呢 问题关键点就尴尬在这边 4.2%其实人就比联准会 所设定的2%的目标 其实高出了一倍 所以呢 究竟现在的政策 它这个未来的政策 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辩论 那么原则上呢 6月份停止升息是主流意见 但是呢 7月份 那么会不会继续的暂停升息呢 主流意见目前认为 6月暂停升息 但7月反而要继续升息的几率 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么事实上呢 旧金三联准银行呢 在上个月底呢 公布了一项最新的分析 这项分析呢 认为薪资的快速成长 不是导致核心通膨 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美国联准会 似乎不要为了要制造失业 而不断的升息 相反的 他可能要把重心注意力放在 企业可能太贪婪了 想要有过多的获利 好那这个报告呢 是不是会对于美国联准会的政策 产生转向的影响 这一点呢值得观察 因为上个礼拜呢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 联准会主席鲍尔呢 他的谈话出现了一些 语气上的改变 他不再聚焦薪资不断的上涨 而改为呢 这个他认为呢 薪资成长不再是通膨 螺旋成长的主要原因 所以看起来他并不希望 制造太多的失业 好这个是各国各个央行的 基本态度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现在的股票市场 是不断的创高 但是呢经营基本面好不好 经营基本面其实并不好 我们举例来说 这个在标普来说呢 他其实已经从去年的低点 然后跟最新的 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呢 早就已经涨超过20% 来到技术上来看的话呢 可以定义为牛市 但是呢有一些债券投资大户呢 包括了富达跟安联 仍旧提出了警告 就是呢经济呢 仍旧会衰退 而不太可能 这个no landing 甚至于可能要硬着陆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 在美股企业 美股的股价反弹的时候呢 那么根据这个 Deer Roger呢 他所做的最新统计 今年的1到5月 企业的大股东 还有私募股权的 这一些基金呢 卖股变现的金额 反而是创高 1到4月呢 那么这一些大股东 还有私募股权公司 卖出了240亿美元 但5月一个月 就卖出了170亿美元 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 这个资金呢 其实就变现容易 其实也是他们卖的 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就是上个礼拜 那么根据这个Refinitiv 他们所做的最新的统计显示 在上个礼拜呢 全球的股票基金 其实是流出而不是流入 虽然你看到股价不断的创新高 但是呢 这股票基金呢 全球的股票基金流出 188亿美元 其中呢 美国流出了164亿美元 欧洲流出了22亿美元 那么新兴市场呢 反倒是 新兴市场也流出39亿美元 只有亚洲市场呢 是净流入3.75亿美元 这就地区别而言 那么另外呢 在产业类别的部分呢 科技类呢 首次的出现净流出 因为这次是科技类股所带动的 科技类的净流出 7亿美元 那么流入哪里呢 流到了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呢 那么这个同期流入的资金 高达559亿美元 创下了货币市场基金的 流入的单周的最大记录 所以我们可以整理来说 就是股票的基金流出 债券的基金流入 然后呢 科技的基金现在也开始流出 而流入的是工业的投资 另外呢 全球的制造业 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 或者是中国大陆 现在的制造业呢 其实它的PMI领先指标呢 其实都是在衰退50之下 现在全球呢 面对了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消费支出呢 从商品投资 商品支出呢 然后转向到服务支出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对于制造业雪上加霜的是 银行收紧放款 第三个部分就是中国大陆的 付出力道 不如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呢 半年之内呢 高盛第三度的调降 对于油价的展望 将西德州原油呢 这个油原本预测的86美元 调降到81美元 但这81美元仍旧比最新的 67美元要来的高 非常的多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呢 这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呢 也引发讨论到底有没有机会复苏 现在高盛呢 给予了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看法 认为呢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呢 将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呈现的是L型的复苏 也就是它不再破底 但是呢也不太会成长 它就会是呈现的一个 L型的下面这一条横 那么平就是横向的一个 这个走势 不会成长 但也不至于太过的下跌 好 那么这个呢 将会对于今年的 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会拖累它的经济成长 大约一个百分点 它的理由是因为呢 中国大陆其实希望 转变它经济结构 不再依赖房地产的复苏 作为它的经济复苏的一个 主要的火车头动力 所以应该不会给予 房地产呢 太多的一些支柱 所以我们看到 昨天铁矿沙的 这个价格就出现了 大幅度的下跌 好 接着再看到陆港股的部分 上证综合指数呢 小跌了两点 跌幅0.08% 不过深圳城市呢 上涨了79点 涨幅0.74% 香港恒生指数 小涨了11点 刷盘指数19401点 涨幅0.06%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净利呢 现在呢 在因为很多的盟友呢 对于美国商务部的这一些 严格的净利有非常多的不满 所以呢 现在呢 那么美国商务部可能会放宽 对于呢 允许大型的晶片制造业者 保留或者扩大它原本就在中国大陆的业务 不会受到美国的报复 那么这影响的当然包括了 韩国的SK海力四三星 以及台湾的台积电 好那这也是台积电昨天呢 股价这个ADR上涨的原因之一 好另外我们看到昨天呢 台北股市其实也在台积电的 业绩表现 优于预期的激励之下呢 开高走高之后 收盘的时候上涨了68点 收盘指数是16955点 距离17000点非常的近 成交量呢 来到了3030亿元 那么外资呢 继续站在买方买超了92亿元 投信也买超了18亿元 自营商买超了16亿 而自营商则是卖超了16亿元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上市柜的营收呢 5月份的营收在昨天全数公布完毕 那么总金额三兆1300亿元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